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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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常常只有一个词性 但是顺便让他多了解一下 因为感叹词啊 它也是一种语言丰富的表现啊 所以我们一般记啊 名词 动词啊 形容词啊 副词记很多 但是后面这几个常常搞不清楚 感叹词啊 认识的可能只有认识三个四个啊 感叹词也不少啊 至少三十个左右吧 或以上啊 述动词啊 大概知道 可是述动词有时候搞不清楚 代名词啊 也是知道一部分啊 关系代名词观念就比较弱一点啊 连接词观念最弱啊 这些词也不太会用啊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 但变一般是可以 它本身就是啊 逼动词 所以你逼动词不管它进行试啊 啊 或者是过去分词啊 过去词啊 它还是动词 但变就生命啊 一个当名词啊 Below 啊 你看 所以我前面讲过了啊 没有L-Y的副词啊 最麻烦 因为没有L-Y嘛 有L-Y你就知道副词啊 它没有L-Y啊 然后另外一个麻烦就是它常常有别的词性 像这个课系 它只有副词跟介细词 有时候副词啊 它有四个词性啊 很麻烦 所以容易让人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常常 像这个表里面的词啊 常常都是说 经常出现的 然后你说这个词到底什么词性 有时候搞不清楚 有时候你知道是某一个词性 可是它的句子 外观写句 它不是这个词性 它有别的词性 所以你看起来就觉得文法结构啊 就觉得怪怪的 怪怪的 是不是人家写错 不是人家写错 是你不知道啊 Beneath 在下面 一般是当介细词用 可它也是副词啊 Beside 这个也是大家搞不清楚 Beside 是不是动词啊 是不是形容词啊 是不是副词 不是 它只有 只能当介细词 那加一个s besides 它也是介细词 但是它多一个啊 叫副词 你看 所以这 你随便去问一个人啊 你问老外啊 就算你问老外英文 好得不得你去问他 Beside 跟Besides 它两个到底是什么词性 能够回答出来老外啊 当场就说 哦 Beside 它就是介细词啊 加一个s呢 Beside 它除了介细词也可以副词 你去问问看 你去问十个啊 也不要多 或者问五个 三个 两个 一个 都可以 你随便去问 你看 光是这么简单 一个Beside 一个Besides 能够讲得出来 Beside 就是介细词 Beside 是介细词加副词 你去看看 有几个讲得出来 你不要说这个不重要啊 就是你英文要真的好到相当好的时候 这个有用处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啊 就是 反正英文程度好的 应该可以 大概 我的意思大概听得懂一些啊 当然啦 你英文已经是登峰造极的人 当中人很少啊 那就可以完全了解我讲的意思啊 像Beside 这个字很复杂 也是四个词性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Beside 怎么可以当副词 可以 所以我说过啦 我们这边时间有限啊 我们只能讲啊 这些常用字 它有哪些词性啊 让大家了解一下 但是它这个 又有一字多译啊 我们这边只讲一字多词性 一字多译就没时间讲 我也讲过如果说 大家有兴趣留言人数比较多的话 那我另外再做一个系列啊 再去把它的每一个意思啊 不是不是 我说过了 不是一个词性就一个意思啊 有的一个词性啊 其中一个词性就四个 四个五个意思啊 另外一个词性啊 也是四个 三个四个五个意思啊 很复杂的啊 但是你英文要登峰造极 就要过这一关啊 那你要是只是一般速度听闲 能够沟通 你不要搞那么清楚 你就是能够沟通就好了啊 那我们这边讲的是登峰造极啊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系列啊 没什么人看也没关系啊 反正我就拿出来啊 就给有缘人看 有些人还是需要啊 但大部分可能比较不适合 better 比较好的 应该是形容词啊 可是它也是副词啊 所以这个 因为里面有比较急啊 我们一般说 形容词有比较急啊 不错的 更好的 最好的 副词也有 所以 有比较急的 形容词跟副词都有比较急啊 可是你看 也可以讲动词啊 就是把什么东西变得更好 better 比较 比较好 那个东西啊 名词 between 副词 跟解析词 所以你随便去问 能够讲出 between 很精确的讲 哦 我知道 就副词 叫解析词 我看 你自己去试试看吧 我看没有什么人讲得出来啊 所以这个 我这个表你随便 随便拿一些啊 拿一些啊 你随便去问人家 比如说有 两个三个四个 这边最多有到六个词性 你随便去问 不要说华人啊 中国人 台湾人啊 新加坡 香港啊 都一样啊 甚至你就去问老外 而且不是 不是那普通老外 他已经是 老外英文都讲得不错嘛 很流利嘛 你就去问那个 大学 大学毕业 大学程度以上 甚至你去问教授都可以 或者是文字工作者都可以 你随便把我这些 三个以上的 这个 词性的 你随便去问这种高水准的老外 你去问问他 你看看 你就考他三题 四题 五题 你看他会不会 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全部答得很精确啊 beyond 副词跟解析词 black 你看black是一般我们讲 形容词黑色的嘛 也可以当动词 变黑色 也可以当名词 他名词意思好多啊 真的好多啊 黑色 黑色颜料 东西脏 东西脏 这个 这个 很多意思啊 这个不加糖的黑咖啡 很多意思 blank 本来是空白的 空白 当然形容词空白的没问题啊 也可以是空白 空白就名词了 一个单动词变成空白 你看三个词形 一般人搞不清楚 可能只知道blank 是空白的 像这个一张词上面没有写字 空白的 可是不知道它是名词形容词 所以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在写文章中 你永远就是blank 就你永远造句 你永远写email 你永远写文章 永远写外国人 写给外国人信 你就永远就只能当形容词 可是老外一写 奇怪 他怎么当动词用啊 奇怪 他怎么这个当动词用 他怎么当名词用 就是英文程度非常好 他用得出来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 英文程度非常好的人看这个以后 或者对英文兴趣很大 他可以多知道 但你要是一下子就全部都知道 不可能的事情啊 绝对不可能啊 但是你就是慢慢多了解 你本身英文程度已经相当好了 然后你再一看 哦我又多知他词性啊 然后你也用得出来 吓到老外 真的吓到老外 因为很多很多次老外也用不出来啊 不是老外英文就好 他老外这某一方面啊 他对英文了解相当无知 我是相对来讲啊 他英文程度好 是因为你英文程度很烂 所以你觉得英文程度很棒 到一定层次之后啊 那老外英文也不好的 那老外有分这个 从这个二十分三十分啊 到九几分啊 没有一百分这回事啊 没有啊 这到九十分 就每个英文 老外程度也是不一样 不一样 Blind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这Blind怎么可以当副词呢 莫名其妙 是不是写错啊 没有写错 我这些都查核 查核过了 所以上面有的词性 一定有 但是会不会有少数一些字呢 可能漏掉某个词性 有可能 我不敢说没有啊 但是应该也很少 有可能写漏掉 有的 应该 我相信应该有 但应该很少 Blue 形容词嘛 蓝色的 也可以当名词啊 蓝领阶级啊 当然Blue 加S是什么 因为Blue 它没有复苏 可是你常常看Blue 加复苏呢 什么意思啊 加S啊 蓝领 就跟蓝 因为Blue它有忧郁的意思嘛 蓝领就是黑人啊 当初 当这个奴隶啊 比较比较 比较悲哀一点啊 所以叫忧郁 所以叫蓝领 蓝领就是忧郁的歌 Bluff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Board 名词 动词 你说Board 一般就是像木板啊 或董事会啊 或者公散书啊 就散书啊 旅馆 又可以吃东西 又可以住宿啊 名词比较多 可是也可以是Board 装木板啊 装上木板啊 或者供应伙食啊 所以我们一般可能Board 永远只能用名词 就永远就不会用动词 所以这些 这英文程度非常好看 看这个系列啊 就哦 哦 它又可以当其他词形 哦 我现在试试看 或者没把握啊 去看一下字典 哦 或到网路上去看一下例句 哦 它也可以当动词 下次我也当 也会用 但你的英文程度就是 变化 变化就比较大 所以 英文程度好的 它的用词一定是有变化性比较大 英文程度越差的 它就是变化越少嘛 因为它知道的少嘛 它就没什么变化 那英文程度好的 它就变化大嘛 你看both也是四个词形 形容词 副词 然后both 后面常常加end both and 连接词 复合字连接词 也可以当代名词 body 也能够下面啊 甚至屁股也可以用but 名词 形容词 bound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bound的意思也是很多啊 所以 所以我们这边没有时间再去讲 说它个别有 每一个词性 又各有好几个意思 就没时间讲 但是我其他视频都有讲过啦 就一字多一的 一字多一的单元 还有基本单词 里面 这两个 这两个频道 都有 都有去讲 一字多一 brief 你说这是一般来讲是勇敢的吗 也可以当动词 变勇敢 所以一般就是 永远只会用啊 形容词 他不会用动词 因为他不知道 也不会当名词啊 不 不知道 abroad 这个字 我不知道这个字 是不是动词啊 名词啊 不是 他就是一个 abroad 好棒啊 好棒棒啊 感叹词 abroad 名词 形容词 跟副词 明亮 明亮的 明亮低 blown 你说 咖啡色嘛 中色你看 变咖啡色 啊 这一般就不会用啊 也可以当名词 咖啡色 咖啡色的 budget 哇 你看budget一般只知道 它是名词嘛 预算嘛 也可以当动词 变预算啊 也可以当形容词啊 很精气的啊 很便宜的啊 去讲价 讨价还价的啊 你看budget 我相信看我视频呢 大概绝大多数 百分之九一几的人 不知道说budget 他也可以形容词啊 but 这个词应该很麻烦 五个词性 but 我们一般认为什么词性啊 搞不清楚 一般可能说but 啊 是不是连接词啊 没错 可他也是 你看他怎么可以是 关系代名词 好奇怪 那他怎么可以是 代名词 好奇怪 他怎么是接词 好奇怪 他怎么是负词 他确实有 我这篇都不是乱写的啊 这些都是茶喝过 因为我这个做了若干年啊 但也不是一次做啊 慢慢陆陆续续啊 最近做好才拿出来 都有这些词性啊 当然他用的几率啊 高于低是另外一回事啊 by 他又是负词的接词词 一般是接词词 这个by是接词词 当然很大啊 我说大接词词 就经常用的啊 小接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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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比较少 那我们这些小的接词词 就比较 比较 没拿出来啊 真的接词词 将近一百个啊 那接词词那么多啊 一般可能知道六七个啊 接词词总共有 大概将近一百个啊 所以在特殊文法篇里面全部啊 但是那边拿出来的是八十多个啊 那你扣掉一半 比较不常用的 但是就是你用的看得到的 接词词至少有四十多个啊 所以接词词比我们想中的复词 而且接词词 接词词在英文里面非常好用啊 尤其你句子要写长啊 或者写的很灵活啊 接词词很重要 跟我们一般人这个接词 观念比较薄弱 也可以当副词 拜拜 再见 那什么词性啊 什么名词 动词什么 不是 他是感叹词 拜拜再见 所以接词词 这种感叹词可以单独去讲一个 就也不用什么句子动词 也可以是一个句子 他摆在最前面 或摆最后面 care 他出动词啊 这个我知道啊 可是也可以当名词啊 罐子 啤酒 啤酒罐 当然他也可以当动词啊 他除了是出动词 也可以当动词 care 就是名词跟动词 class也是名词跟动词 那class什么是动词啊 class不是班级吗 或是水平吗 水准吗 那怎么当动词啊 就是 就把它分类 分类 那当然他 有的时候 他也会有另外一个真正动词 classify也可以 所以有些 有些形容词 他同时也可以当副词 你说clean 他是 他是 他是副词 但是也有另外cleanly 或clearly 也可以 但是大家以为说 一定要加ly才是副词 不是 他本身也可以当副词 所以有时候搞不懂啊 你觉得这个字啊 clean clear 他明明形容词啊 怎么这边当副词用 你看得出来 他在句子里面 文法上是副词 因为他写错 他漏掉ly 打漏了 不是 他真的也可以 那你说为什么 既然有ly嘛 要么就是不要有ly 没办法 就英文啊 这个单字的定义啊 它的词性啊 就它是约定俗成的 它就是有人这样用 可能一开始 觉得这样不太好 后来叫ly 反正就是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clean也是很复杂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那clean 他就动词 形容词 跟副词 你看这都很麻烦 close也是很麻烦的 明 动 形 副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close 关起来嘛 一般是 讲这个 动词关起来 可是也可以说很亲密的 他说我很亲密的 close friend 也可以啊 你看另外可以当名词副词来用 collect 你看可以当动词 收集一般就认为它是动词 它也可以当形容词哦 也可以当收集的 或者是对方付费的 打电话 现在比较大家不太打电话用line就好 也可以当负词对方付费的 compound 就复合 复合的 就是两个以上复合在一起 连在一起 名词 动词形容词 consuming跟considering 这两个字都是介细词啊 但是算中等 中等使用的啊 还是把它放进去 但是considering 比较复材 比较麻烦 他另外当连接词用啊 所以这个 我看 百分之九一几人都不知道 说considering 除了是介细词以外 也可以当连接词来用 content 但形容词 可以念content 就是很满意的 本来是目录啊 或内容 一道形容词变成满意的啊 content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酷 也是名词 动词形容词 酷 一般讲很酷嘛 很酷嘛 形容词 可是它也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动词 变得很酷 或者变得很凉爽 corner 名词 动词 corner 一般说角落嘛 应该名词啊 也可以当动词 逼入角落 或者陷入困境 也可以当动词啊 所以一般人 百分之五看一九一几 不会用这个 逼入困境 把它逼到一个角落 这个动词用不出来 could 就简单 就是一个助动词 counter 也是麻烦 明 动 形 副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所以像这些 你不了解意思啊 你觉得怀疑啊 counter 名词我知道啊 counter 藏着桌子啊 counter也可以是反制啊 去抵抗人家反制啊 也可以当形容词副词 你不相信的话 你自己去查查字典 网路上 你不用真的查字典 很累很慢 你就随便Google嘛 随便打一个counter 打一个副词啊 这就出来 不管你打中文打英文 很快就出来 真的有 真的有 crisis 一般是名词嘛 也可以当形容词 危机的 cross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cut 也是名词 动词形容词 比如说简短的 把东西简短的 他也可以当形容词 这个一般人也不知道 damp 也是名词 动词 形容词 dark 名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很黑暗啊 但是你说 那他为什么不能当动词 因为他 已经有另外一个字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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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说 那有些字啊 他就是可以当动词 这语言就是约定俗词 它就没有啊 有些字 他就自动像black brown 黑色 像咖啡色 他那个字就可以当动词 可是有的就不行啊 dark就不行啊 像white 变白就whiten 但white就不能当动词 所以这个很乱 语言就是一个约定俗成 大家用习惯 dead一般讲形容词吗 死掉的 也可以当副词 死掉地 可以当名词 这名词大家又不知道 oh dead 明明形容词怎么可以变名词 dear是麻烦 名词 形容词 副词 dear一般我们说是很亲 亲爱的 my dear 这个名词没问题 可他也可以是很贵的 很贵的 也可以是感叹词 dear 外观上 oh dear 这个词让我很惊讶 这个表示惊讶的意思 dear 所以你看他又感叹词 这个词形 deep 名词 动词 他没有动词 名词 形容词 副词 所以这个很讨厌 另外有个deeply 加ly 他也副词 所以这个常常 形容词跟副词 它两个字 有的时候呢 副词他通常不能兼形容词 但是少数呢 形容词可以兼 可以兼副词 可是又是只有一些字 他可以兼副词 很多形容词他又不能兼副词 所以这个很麻烦 我们把表做出来 然后这个 desert 沙漠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所以这个表达 讯息量很大 所以这个 所以我的视频 一般都是讲 写一般的 当然有一些 本身就难一点 但是这个算超难 所以我想做一个实验吧 就是弄一些超难东西 那陆陆续续 会弄一些 比较难度高的 难度高 当然适合英文程度 很好的人看 这是大家各取所需 每个程度不一样 有的人说 我程度不好 给我弄简单的 有些程度好一点 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有的程度很好 有的程度是非常好 所以像这种 就是适合非常好 所以我最近会弄一些 登峰造极 就让你英文变得 登峰造极的一些东西 出来 这一集讲到这里